奉养之 后来就去有佛生 请人员或是自己员 既然下纸,可能就请人员了 因为要自己不去员 所以,下纸来叫人员,来供用 复恭敬心,悲戏斩礼 后来供敬心 有佛生,拜佛、丁礼、懺悔 后来供敬心,悲戏斩礼 后来供敬心,悲戏斩礼 后来供敬心,拜佛、丁礼 后来供敬心,悲戏斩礼 望着佛心,清净凌花慕如来 因为供敬心在那拜佛、念佛、丁礼 所以,晚上就望着了 如果真净心的时候 他全心都看佛生 全心都念佛、心佛而已 所以,望着佛心 金色、黄药、金色 黄药就是黄 药就是光明 这个佛心是相续不断的 一直闪闪瘦瘦瘦 当然不是闪闪瘦瘦瘦 意思是光是一直出来一直出来 叫做黄 那么,意思是说,本来金色就说 那个佛经一直照一直照 那么,请求西弥山奉大光明 请求西弥山那些狗大 望着佛,那些大尊 所以,这望着佛很大 请求山那些狗大 请求山那些狗大 额告光目 你要跟这个光目说 这个佛的就跟光目说 说,如母不久当生如家 你的老母没有多久 生在你们家 生在你们家 才觉饥寒,即当言说 意思是说 生在你们家 这个小孩,他只知道寒 知道寒的时候 他就会讲话 意思是说,你老母 刚生出来寒寒 知道寒寒的时候 他就会讲话 那一般小孩生出来 他就会讲话 那么这个佛跟他说 你老母生在你们家 没有多久 他就会讲话 即当言说 要一百十八 一百十八 那么晚上 望着佛,以后 说他老母会来 寒胎这个所在 要去后 加来的鼻生一主 这个处来的 就是说他家家家人 伙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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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 他说 那么就讲话 洗手悲气 告于光目 洗手就是说 他可以 他讲话 还会灯头 灯头 还会鼻生 还会靠 把光目 尼共 意思是说 只要生那个小孩三天就讲话 那么就讲话 说什么呢 说洗手液液液 又不自修 我是你的老母 九厨暗民 说洗手液液液 又不自修 现在他知道 意思是说他在生的时候 都要吃虾 那么他的口腔都不好 他的口腔都不好 现在生了之后 说 洗手液液液 又不自修 自己做自己修 我以前在世的人都觉得 没什么意思 鸡子就是要用鸡 鸡就是要用鸡 鸡就是要用鸡 一般人都是这样 那么 整楼全地面穿 没得到夾 那么这一般人就是说这样 那么 所以说 他说 生死液液液液 现在胳膊子修 我是你的老母 九厨暗民 我死后都黑暗 自别乳来 雷堕大地狱 雷堕大地狱 除了我说生后 你离开后 我就去地狱 雷堕大地狱 就是一载一载 一轎 一轎半载一轎 就对了 雷就是说 这个大地狱 换了换大地狱 不是只有一个 那些地狱很多种 有刀山有减秋 有灰柱 有灰柱 有油膏 那么很多人 一直帮雷堕大地狱 蒙如福利方德受身 我就是照着你的公囚 所以我不知道 我要再回去做 你就 拱佣阿罗涵 对吗 还有黏佛 还有拱佛 还有做佛上 所以你的福佛 我不知道 我要再回去 唯下见仁 又赴短命 那么 但是虽然回来 我就下践的人 有什么下践 因为古早的人 有那种的阶级 早甘生出来的小孩 也是老宅 老宅的生就是老宅 老伯如果老宅 老母是早甘生出来 也是老宅 不可能说 给你去做状怀 给你去科学 所以他也是同样 下践的种族 虽然离几岛 现在也是下践 幼腹短命 还有第二名 收名又下践 收年十三的 经罗奥奥 这个收名十三岁 然后就要再三岁 虽然你给我做公道 我现在暂时回来 但是十三岁 后还四岁 四岁 再三岁 说 如有合计令无透明 你有什么家设 你有什么方法 让我可以免得离这个痛苦吗? 免得离说我十三岁,现在岁年生起来 但十三岁后,他又要下去了 你有什么方法呢? 可以让我离离吗? 再来,一百十九人说,光目闻说,知母无语 光目听他这样说,知道这个我们老母 对了,不然他知道这个事情 但是虽然这样说,知母无语,所以哽咽的碑体 所以就哭了,听着这个小孩这样说,他就哭了,鼻胸哭 耳白的碑子,虽然说这个小孩是他的老母 但是他也会问,不是说这个女孩 说碑子就是说这个女孩的小孩 说呢,既然是我的老母,何之本罪,作何行业多于二道 既然你是我的老母 那么你应该知道,你过去的座,本来的座是什么? 你是做什么行业?做什么业?做什么业? 所以对你这个业度呢? 那么碑子打眼,这个小孩的回答说,以撒海,鬼妈利压受报 我有什么对欧德的?说我都杀生 那么鬼妈,可能就是鬼捧三宝了 不然,因为这个光母女可能会跟他说,你不要杀生 他就说,哪有什么营格?哪有什么轮回? 说那幡家,说那幡家,说那幡家,没吃的 那么呢,这个所以呢,他就依撒海和鬼妈,两种业来受报 像说那幡家,说那幡家,要吃素食,吃什么素食? 那么就会回报 那么这两件来受报 再来说,若非蒙古就罢无难 他是业国未合解脱 那不是说你给他收报 给他求 我以我自己撒海,鬼妈这种的业 是没办法解脱 那么,他自己说的 所以这个光母就说,要确定一下 这个小孩真的是老母 后来说光母问言 那么光母啊,他听他说去地下 他说,地下嘴巴基数荫荷 地下他的嘴巴到底是什么状行? 碑子达眼 这小孩呢,小孩跟小孩回答说 水庫基数不吝清算 霸情水中 竹白难静 就是说,地下嘴巴的就是 实在不能再说 我说的就太深了 那些太厚 有人就说,我没有再说 不能再说 不能再说,说来就是 心痛苦 百千岁中,足百难静 他的地下的痛苦 用100年,1000年当中 来跟你说,你也听不完 我也说不完 再来看 一百二十岁 说光母文语 这个光母女啊,听后 替泪豪气 听她这样说 我说,她老母去地下 那些疼痛 疼痛都说不出来 那么听得到很诚心的 就哭 哭呢,耳白空姐 就向空中来说话 因为,愿悦子母 我应拖地下 希望说我的老母啊 应我能拖地下 不要再下去了 知道那些疼痛 十三岁后,死了 死了再下去了 希望我的老母不要再下去了 必十三岁 更无重罪,吉利二大 但他十三岁后 死了,不要再受这个重罪 不要再经过这个奥土 意思是说 他知道说 啊,这个小孩一岁、两岁、三岁 我到十三岁 那么就是要再下去了 希望不要这样让他受苦 是奉祖佛祖爱民后 听我为妇呢 所法公带世元 所以呢,光母女他就更远了 说奉祖佛祖比 愿祖佛祖佛祖先 我对丢公老母来發言 我来发公带世元 发什么闻呢? 就是我说 如果我母永离山土 吉思下见 那么乃至女人之身永洁不受者 意思是说 希望我的老母永远可以带到三亿岛 希望我的老母不要再去三亿岛 还有这个下见 做人也不要做那个路材 做十岁的孩子 台名的儿子 耐旨如人之心 永贴不受借 做人也不要做路杖 路杖整天在台湾借 不怪你做烏鸭 人家抓回来就给你台 去找虚子回来 不是给你台 如果去抓虚子回来 去山顶买东西回来 也都是路杖在台 所以这个公母在法国也很贴重 意思是说 每天都不要做路杖 路杖整天都说均职员跑除 都没有你的台湾 只有陪着贴 还有陪着贴 这个公母说 希望我的老母不要再去三亿岛 也不要做路杖的测漢 也不要做路杖 极心 永结不受 永结就是永远一件不够三件 永远都不要再做这个了 我乎愿 希望我老母不可以这样 那么呢 121号 说 完后自金律 生命 对清清添花不如来 上情 意思是说 我从今天开始之后 我现在对清清添花不如来 这个是佛生添情 后来说的 缺后百千万亿节中 我从现在开始发心 缺后百千万亿节中 应有世界所有的地方 以及三亿岛族 最库中心 世元 求佛 意思是说 不关什么世界 只要有世界有地方的地方 还有三亿岛的地方 我都买自己去求 应有世界就是说 应该有这个地方五个世界 那么只要有什么世界 不关什么世界 我从现在开始 只要有地獄有三亿岛的中心的地方 我都买 世元 求佛 我都买自己去求 领离地獄岛族的粗心五桂顶 那么让他们脱离地獄岛族 脱离地獄岛族 让他们离开粗心岛 让他们离开五桂顶顶顶 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对清清战法无如来 进行法无法 不管是让世界 多个世界 如果有十亿岛 我就是要去感动 让他们离开三亿岛 再来 想要一句说 如是 座宝顶铃正行佛经 我连后奉行政家 这座宝的人都买佛 离开三亿岛 然后还可以买佛 都可以买佛 然后我才要做佛 我才要买政家 这是说这个光木女 他就发这个元 那么发誓元义呢 既闻清清战法无如来 而告之曰 意思是说这个 这个光木女发元后 就听到清清战法无如来 给他说 光木如大慈敏 说这个光木你真大乳鼻 大乳鼻 善人为父母 发如是大怨 你大乳鼻 可以替你老母发这个大丸 发这个大丸 所以我们人都会说 这个发元 有人说 我如果安装我就要吃菜 对了 很多人都会发元 那么当然 光木女人是发佛提心 所以这个佛在赞坦说 你可以替你老母 发元 那么无关如母 我看你的老母 十三岁碧 十三岁碧后 舌尺抱义 身为凡智 瘦年百岁 所以这个佛就给他说 你发元后 你老母十三岁碧后 下这个十三岁碧后 儿子的心 身为犯智 犯智就是修行人 犯智就是修行人 然后他就变成修行人 那么收名百岁碧后 可以多一百岁 后过世报后 做这个修行人 然后 过这个科普 后 当身无忧国土 收名不可寄贱 那么你老母 做这个修行人 后 他可以到这个无忧国土 无忧国土就像我们极禄世界一样 极禄世界无忧众口担心俗龙 这个无忧国土就没有忧愁烦恼的世界 所以你的老母 做这个犯智了一百岁 成交这个无忧国土 收名也无用无真 后来 生佛教 后来可以生佛 功度临天所如行合杀 那么这个功度重生 你老母可以生佛 所以这个就是佛 把这个清净莲花木鲁来跟官母说 你看 他把他花完后 他十三月后 再来就变作人 作人变这个清净的修行人 这个好的这个种姓 一百月后 他可以生佛的国土 无忧国土 像叫世界一样 无忧无穷 那么收名不可寄 后来可以生佛 尋求恒和尚 那么想要再来这行说 佛教定志在往 后来把这个定志在往说 尔时 那个时候 罗函弗度光木者 就是无尽义菩萨 无尽义菩萨 如果是念佛文品里 无尽义菩萨 对吧 那么 这个无尽义菩萨 就是罗汉 那个时候 那个度光木里的罗汉 所以说 世春说 那个时候 那个罗汉来度光木女 那个就是无尽义菩萨 那么光木母者 光木女的老母 现在叫做解脱菩萨 是 他老母现在已经是解脱菩萨 光木女者 就是地藏菩萨 所以这个就是说地藏菩萨 过去的他们 所以他把他度的老母 现在的老母叫做解脱菩萨 解脱菩萨 所以说这个 如果我们要义菩萨 大生菩萨 他就是不可思议 你如果义菩萨 有的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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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说得 但是我们要义大生菩萨 他就说 众生、心性、心腹、众生三无差别 我们说无缘、胎子、胎子、胎子 我们跟一切众生、胎子、胎子 都是胎子 所以呢 因为菩萨是胎子 所以心性相关 所以我们要做公得 这个老婆、老母 他就可以在这儿公得 这是不可思议 那么在一面当中 我们要自己做 对这个老婆、老母是最轻轻 那么最容易在这儿甘营 所以我们公得要自己做 金自己念 不要说要叫数量 数量是差很多 对不对 我们自己做公得 老婆、老母 我们自己给他念金、念粉 那么在这儿公得是更容易上营 所以说佛罗门女也好 官吴女也好 他都刻念佛 拜佛 忏悔 共用佛 那么他就能赌予老母 赌予老母 所以说我们这个念佛 他就是这个公得 所以说 这就是过期的帝宗佛萨 他随着随着随着 都是发这个大腕 要去那个中心 所以这个定制在王 他就问说 有什么世纏要专门交代帝宗佛萨 因此世纏就告诉他 这帝宗佛萨已经累死了 累死了 累死了 那么呢 他的元力 不可思议 都是要度 这三亩度的中心 那么呢 世纏说 这三亩世界的中心 做的那些人 阿拜三亩度的很多 那么要有人求 就是叫教代帝宗佛萨求 那么所以我们也说 有学乎很好 我们如果没有学乎都照这个丐义 丐义 丐义这样做 我们的过期不知道 都做了很多 那么我们如果有学乎 现在可以忏悔 对不对 可以供应 可以拜佛 可以念佛 都可以滅很多座 还可以福安 对不对 发菩提心 我们也可以成熟地聪佛萨 发菩提心 我们要生福 要种生福 要变成什么 很多 那么这种的心 自然可以专 我们过期的丐 所以我们如果有学乎 算真佳宅 对不对 好力佳宅 如果没有念佛 就没有 就温慈了 已经温温了 对吧 尿气 尿气 立无格 温温的 三亩度的一定是 无理解 所以我们有这个 可以 去这个北冠灾界 念佛白佛参会 自己要感到很感恩 很高兴 很高兴 我们今天说到这里 请快速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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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长 这百个这个124月124月 我们上次说这个帝宗菩萨 过去做这个光幕女的时候 那么在那里的老母 我们有123月的这里 123月的说佛教定主宰王 你时楼梁佛陀功勃者 皆无尽于菩萨师 说这个光幕女的时候 楼梁佛陀的人 现在叫做吴敬义菩萨 我们有上法法经普文品 就是这个吴敬义菩萨 那么光幕母者即解脱菩萨事 那么光幕女的老母就是帝宗菩萨的老母 现在是这个解脱菩萨 解脱菩萨 光幕女者即地藏菩萨事 那么光幕女者即地藏菩萨事 那是帝宗菩萨 他老母设身毁谤 那么给他导的那个是帝宗菩萨 那么我们显摘124月 是呀 说过去救安夹中 如是主面发行和三番 说道重生 这是说帝宗菩萨 过去救安夹当中 这是这个定制在王菩萨 问说这个帝宗菩萨的因缘 所以说帝宗菩萨 过去救安夹都是这样 这样度重生 如是主面、主臂、敏念重生的痛苦 然后发这个行和三番 发这番很多很多 因为星星小小的都是 真像这个光幕女这样 幽好老婆老母 那么度才的重生 所以一直发玩一直发玩 说发行和三番 说度重生 那么来度很多重生 说未来世中 六幽南竹如林 不兴先食 就是说将来未来世 就是说世准说我 二厘半厘厚 那么这样就是未来世 将来呢 如果这个南竹如林 有南章如中 不兴先食 兴欲食 奈子不信饮食 意思是说有的人 如果他没做生死 没做生死 不要紧 做恶事 行恶食 奈子不信饮食 奈子不信饮食 如是 如是 主业重生 必对恶事 意思是说呢 这种生 他没有信饮客 又是 下人 梦义 意思是说下人 再来梦义 欺騙重生 梦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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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话呢 真粗 粗产 说话呢 真这个 没梦 梦义 梦义 乃梦义 梦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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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是 主业重生 比对恶事 那么 这种生 没做生死 做恶事 就是说佛德 我 若是 聚完后 将来有一些重生 他没做生死 还做恶事 不然 要信饮客 梦义 乃梦义 梦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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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这种严厚的人 他一定会落下去 这个三奥度 就是说 没法来的时候 如果有众生 是这样做责 那么一定会落下去 这个三奥度 后来说 有神地石 患灵一坛子间的 鬼医 地宗菩萨 使出众生 直接解脱三奥度 梦 就是说 如果有这种人 在生做恶事 在生做恶事 一定会落下去 这个三奥度 那么 如果有读到神地石 就是说了解佛法的人 神地石 在佳出佳 如果可以让寇康的信仁库 寇康 寇康的整个佛菩萨 这都算神地石 所以如果有读到神地石 放灵一坛子间 一段精陶的时间 我们夹一个精陶的时间 这么多的时间来 归医地宗菩萨 那么 使出众生 这种解脱三奥度 梦 那么这个众生 它可以解脱三奥度的胳膊 所以 像这个帝宗菩萨里面说 如果是众生 临命中的时候 可以听到这个菩萨的命好 像这个所在一两天之间 读一个精陶的时间 来归医 这个帝宗菩萨 那么它就会解脱三奥度 就是说它在一身 做很多奥数 那么只要它在一命中 可以归医地宗菩萨 那么这一天 归医的心 就可以解脱三奥度的胳膊 那么这是定主宰菩萨 问世尊说 帝宗菩萨 有什么元力 有什么功德 那么这都是说 帝宗菩萨的功德 所以说我们众生 临命中虽然在生 做这个奥数 做这个奥业 但是临命中 归医三奥 来念佛相经 都可以给他解脱 这个三奥度的胳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佛菩萨 有功德 那么佛菩萨 他也有这个利益 所以说众生 临命中虽然可以在担一顶头的时间 那么整奥都可以得到利益 这就是说帝宗菩萨的功德 再来126奥 说 留灵志心 福利吉 心有潜烈赞坦 香火以后状状伸 为佛陰释如是宏书侠 意思说 能不能有共用的人 怎能共用呢 志心有潜 志心心有潜 这个帝宗菩萨 还有 奸礼赞坦 就是说 目标看这个菩萨的最好 看菩萨上 那么赞坦 赞坦这个菩萨的功德 最好功名 可以这样丁礼 那是说 还有香灰 与佛 中中丁佛 我们用香 用灰 这是用衣 这个呢 这边都是用香 用灰 那边没有用衣来供用 那么如果说 以这个帝宗金 说 这衣也可以供用 衣如何供用呢 就是说 新衣买回来还不穿 先来供佛 所以衣也可以供佛 所以我们看这个经典 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买衣回来 这衣先来供佛 供帝宗菩萨 供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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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乃及依 中中丁佛 我们中中的这个 比如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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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珍珠 或是说 佛佛 那是说我们用的东西 能够提供佛佛 这个 佛佛 供佛佛 後來以後百千萬劫當中都是在祝天修生美妙的快樂 意思是說共用地中菩薩可以生天 共用可以生天 那麼生天的相在祝天修生妙樂 修這個美妙的快樂 這都是說地中菩薩的公道 再來說六天福真下生淋甘 如果說這個地中的福佈已經真了 要生在淋甘 要降生在淋甘的時候 由百千劫相為帝王 淋益受盈營購本末 那麼意思是說 就算說地中的福佈真來淋甘 那麼一樣百千劫做這個皇帝 帝王就是做這個國王 表示說是真有福佈 不是說我們一般人 所以說共用帝中菩薩的公帝 那麼他還可以意念這個 所謂英國本末 他可以了解英國 他有英國 那麼他也會宿舍英國 不像我們世間的皇帝 還是國王做了皇帝 做了總統什麼都忘記了 不知道什麼是英國 什麼是屬非 什麼是主婢 那麼但是呢 我們如果有共用帝中菩薩 我們如果說 我們在天上來做這個國王 那麼還可以了解這個英國 了解說要整一三佈 頂頂 所以這就是說共用的公帝 如果可以共用菩薩 這樣他就有這個公帝 所以共用生天的公帝 再來127 講定主在翁 世主恩又跟這個菩薩說 講定主在翁 如是帝中菩薩 憂如處不可思議 代為心力 講理眾生 立定主菩薩 講祭輸經 講宣流菩 意思是說 世主恩跟定主在人說 說像這樣 帝中菩薩 如處不可思議 我們凡夫 無法思議 有什麼說 一個人 過去做惡業 只要你明明中 可以整方菩薩 那麼他就可以 無對三目的 我們想起來是不可思議 他就是說 有什麼共用這個帝中菩薩 我們可以生天 我們也覺得不可思議 為什麼呢 有這麼大的福祖 所以說如處不可思議 代為心力 這個為心 帝中菩薩的威力 心通力 公理眾生 理應的一切眾生 不然你分工好的 拜的 只要眾生 可以一念心 水準這個福法 所以如果依照 經典的道理 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一點點會生涯 一點點整向佛菩薩 念佛念菩薩的功德 可以免得這麼多的 依照經典說的意思就是說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我們量佛 量菩薩 這是水準 我們本來的清清 佛生的 這個法 那麼我們做佛 那麼我們做佛菩薩 那麼我們做佛菩薩 這是為佛 我們的本性的事 因此呢 我們水準 我們本性的事 公定的 靈靈的 作用的 是勝過的 這個為佛 我們本性的事 為什麼為佛 我們本性的 說我們本性本來就不是佛的了 就不是做佛菩薩的 那麼今天水準 那麼佛菩薩就快了 好像我們說佛菩薩的 這個佛菩薩一樣 我們如果走準的時候 我們如果順水就流很快 對不對 那麼呢 那麼如果跟這個水準 維修為佛 那麼就很慢 那麼呢 我們就譬如說 我們如果跟這個水準為佛 走很久呢 走一跌 那麼如果今天 環頭的上面 水準這個水流呢 一個就夠 一個就夠 代表是說 我們做佛 是不順 不順我們的本性 那麼我們做生呢 水準我們的本性 那麼 因此今天來念佛 那麼來念佛祭 那麼水準我們的本性 所以呢 他講得呢 很大 那麼得當性貴呢 這個這個 這個惡若 所以說 公理重心 立定主佛菩 當記輸經 那麼你們這些佛菩 應該把這佛經記起來 公宣流佛 意思是說你們這些佛祭 那麼我現在在這裡講得當經 你們怎麼會記得 那麼要去選擇 讓眾生了解 公宣流佛 流佛眾生 再來 顯示過來 128 說定主宰王 百福元 說水準願不優如 這個定主宰王就回答 因為水準高代 老代說佛祭都會佛祭這個帝宗經 要流通帝宗經 所以這些佛祭就回答 說水準 萬不優如 希望你們不用煩惱 不用人的這個 憂慮 那麼我頂請萬億佛神 摩佛神 必定心會為心 公宴輸經 依安菩提利益重心 說水準你們不用煩惱 我們這些清萬億的這些佛祭 摩佛神就是大佛祭 必定可以生佛的為神 就佛力的這個佛祭 為這個 公宴輸經 我可以來宴輸這個經 依安菩提利益重心 在這個 南疆佛祭 來利益重心 那麼頂主財方菩薩 白世準義的合奏 僵僵僵 宗禮的禮腿 都不敵人 我們來宴輸 讓我來宴輸 改善了